名人理財術接著要帶您看到藝人吳雅馨 他走出了偷拍風波之後呢 開始接心戲了 因為呢他一個人必須要負擔家族 總共有12個人的生計 光是生活開銷 每個月呢至少也有15萬元 他就說呢除了賺錢之外 他還會靠投資外幣 像是呢會在日幣跟歐幣 比較低點的時候買進 而藝人唐從盛呢 他過去賣過臭豆腐鍋 也投資過房地產 賣股票也很有一套 接下來透過鏡頭 帶您看他們的投資血 一身女警裝從高處垂降現身 藝人無雅心盡頭前充滿自信 但其實兩年多前被扯進偷拍風波 這次算出來算是自己重生的感覺 好 對 重生 因為我碰巧 明星的身份讓他被放大檢視 在現實的生活中 他一個人負擔家族12人的生計 黃生活費每個月至少15萬 就是外幣是比較低的 那你可以趁低的時候去買進 然後在高的時候再賣出啦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 像日幣大家都知道已經跌很低 然後歐運也是 懂得投資增加收入 另一個藝人唐從盛出到12年橫畫主持戲劇 甚至還出了唱片 走Rap的曲風從詞曲到NV拍攝都是他一手包辦 才花洋溢的他理財也自有一套 基金有經理人在操作 那你相信OK的基金的經理人 基金的公司相信OK的區域 房子是可以保值嘛 可是要看喔 房子蓋得很好它就不會跌嗎 沒有 我買的時候大概七八百 然後賣的時候大概是五六百 投資有賺有賠 早期賣過抽豆腐鍋 後來投資房地產 股票也曾殺盡殺出七百萬元 比方說股票 有的人看到別人什麼事都沒幹 就是看它那個銅率變紅就有錢賺那種 千萬不要碰 你看其實傳統類股這樣子的產品 它永遠不會垮 大談理財經藝人們 掌握正確的投資管道替自己增值 東森採集新聞張一華 吳宥樹台北報導